夫妻已上 恋人未满 这个学校安排班上的男女成为实习夫妻 次郎被安排到的妻子刚好就是经常欺负自己的辣妹 辣妹虽然百般嫌弃这个弱鸡男 但为了能够得到高分换对象 她还是决定好好跟她相聚 他们正在一起看苦补片 因为女孩编度听说看苦补片能够加分 编度还买了情侣睡衣 要当着她的面换上 衣服还没换好房间 却突然停电 冰山蓝绿的编度害怕地扑向次郎 次郎受不了这性感的躯体 墙上的夫妻分数也狂飙不止 她打开手电动 傲娇的编度已经被吓成泪人 编度害怕地紧贴着她 还要求次郎给她讲点故事打发时间 结果她哪壶不开提哪壶又讲起了鬼故事 回过头编度都已经害怕得捂上耳朵 编度掏出电子蜡烛 整个房间的氛围一下便暧昧起来 次郎没能忍住抱上去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把心里想得说出口了 正不知如何解释时 还好编度已经睡着了 于是他们便这样相拥着度过了一个停电的夜晚 次日学校公布了他们的夫妻实习分数 他们成绩竟然达到了B级 只需达到A级 他们就可以更换伴侣了 编度突然发现 次郎喜欢的那个乖乖女失知的成绩竟然垫顶了 这让次郎愈发地关注他的状况 没多久次郎感冒生病了 可作为妻子的编度却在外面和朋友完美空里 他开始幻想如果是失知的话肯定会照顾自己吧 突然门铃响了 次郎满怀期待地过去开门 他没想到竟然是失知 与此同时和朋友待在一起的编度却心事重重的样子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